在确立你的人生目标的时候,你要把优秀放在第一,不要太看重外在的成功。 一个人如果太看重外在的成功,你就去找各种机会,搞各种关系,你也可能得到一时的成功。 但是在我看来,那种成功没有多大价值。你内心并不感到喜悦,但是我在广西那段时间里面我就体会到,你的遭遇你是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,把你分到那么一个山沟里面了,不是把你分到一个大城市。 这个你支配不了,但是你怎么样来对待这样一个环境。 你仍然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让自己尽量优秀,这一点你是可以支配的。 外在的成功要取决于很多偶然的因素,你支配不了,但是你的素质的优秀,你是可以支配的。 你可以往这方面去努力,所以我当时看各种书,里面看到荀子的时候,荀子有一句话, 荀子重其在极者,不慕其在天者。 什么意思呢? 一个优秀的人重其在极者,就是他看重的是自己能支配的东西。 而不去羡慕那些自己不能支配的,有命运决定的东西。 他不去羡慕,所以这样的人不断在进步。 而小人相反,他看重的是那些自己不能支配的东西,而他自己能支配的,他反而放弃了。 所以他就不断地退步,所以他这句话给我特别大的鼓舞。 我说我就要做这样的君子,我自己能支配的我就好好做,不能支配的我就算了。 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从这个山沟里面出来,实际上我当时我自己读书,写作,积累的这些东西,后来都用上了,一点都没有浪费掉。 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,我当时就想,就是没有人赏识,我这些东西永远发飙不了。 我读的那些书永远用不上,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,我的内心是充实的,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。 如果我的内心是空虚的,是贫乏的,但是整天跟人打交道,关系搞得很好,然后也许靠自己那种精明,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职务。 我觉得这没多大意义,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。 今天你可以说,从外在的成功来说,我可以说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外在成功了,完全超出我自己的预料,不是我自己追求的东西。 我就说是天上雕仙饼了。 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所谓的知名作家,所谓的知名的学者。 我的书会有这么多人喜欢读。 每年这个版税滚滚而来,我都没有想到这一点。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定位是最好的。 你把优秀作为第一目标,把成功作为第二目标,作为优秀的副产品。 你首先让自己优秀,你优秀了,你主要的东西得到了,你的人生是充实的,是有意义的。 然后如果副产品也能得到,那最好,外在的成功也能得到,那是最好的。 如果没有得到,也没什么大不了。 你越是抱着这样的态度,其实你越容易得到成功。 因为你的心态是健康的。 你越是健康的。